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这个忘心定不下来 尽宗的法门 法子是非常妙 要你会用 把心定在阿弥陀佛上 你也念佛 为什么功夫不得了 不得了 你心里面的啰嗦 没有清除干净 虽然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无可奈何 你要把这个心房打扫干净 阿弥陀佛就起作用了 恶念清除掉 杂念清除掉 善念也清除掉 自信亲近心地什么都没有 全都清除掉了 执行一尊阿弥陀佛 这是尽宗绝妙的方法 这一尊阿弥陀佛就念念都加持你 你真正的三中真实 我听到这个好啊 我现在就敢 我心里都把阿弥陀佛请过来 我其他什么念头都不要了 你心有没有干净 没干净 为什么没干净 你还有什么念头都不要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里头就无量无边 清不掉啊 那个念头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 断不掉啊 这个东西断掉 你就成佛了 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看 他菩提树下注定 注定是断掉了 慧能大使 不是永修定 是听讲经 无足人和尚给他讲经干净 讲到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他一下放下了 妄想分别放下 就是说他心里啰嗦清干净了 大彻大悟 民心兼心 无足人和尚给他进阵 证明他真的放下了 一波就传给他了 放下是什么样子 释出世间一切法 别人向你请教 你都能回答得了 你没障碍 那他是什么也没学过 学佛偶然的缘分 谭经上记得很清楚 到黄梅住了八个月 讲堂 没去过 禅堂也没去过 禅堂没有去做过一处像 讲堂没有去听过一次口 他什么都懂 给吴金藏比丘你讲 涅槟金 给发达禅寺讲发华金 他有本事 讲得叫对方听了客户 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 他能做到 这些经典 这些经典都没修过 都是教人 你们修了多年 你念给我听 我讲给你听 事出世间 一切法 没有一样不通 为什么 这就是万法唯心造 你把能造的心找出来了 所造的就通了 我们今天困难在哪里 专事搞所造的那一方面 能造的没想到 所造的千差万别 我们一生永远学不尽 永远没办法 迷在里头 人家不讲所造的 找能造的 把能造的找到了 所造全都通了 自然就通 佛法是这么教的 佛法传到中口 佛陀的这个教学方法 如采用的 道也采用的 就是 皆定会议三续 一门深处 常识寻修 那么我们要问呢 惠人大使 在黄梅八个月 每一天充迷破柴 那是干什么 那是在修解定会 一时一刻 没有放松 别人不知道 他要不是 勤修解定会 他怎么能打车桃 所以会修的人 我常讲 无时无处 不能修啊 问题就是 你会不会啊 会的人天天看电视 看电视就是修 一成佛法 会看的人 看电视会臣服 会大车大悟啊 那不会看的 被那个电视画面迷了 他哭你也哭 他笑你也笑 那像个傻子一样 真正会看的 电视呈现的是什么 大臣教上常讲的万发皆空 能线的屏幕是空的 所现的色相也是空的 都聊不可得 不就是般若经上所说的 一切法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就电视屏幕上 都给你显示出来了 你能体会到这 就是释迦牟尼佛 22年所讲的般若 在电视画面 诚心无语 佛哭哭破心 讲了22年 你要回看电视 几秒当中全得到了 一切皆空 你一切就放下了 你的心底马上就干净了 清净平等就立刻先进 大臣教律跟我们说 哪一法不是佛法 法法皆是佛法 穿衣吃饭是佛法了 睡觉养神是大丁啊 七心动念是妙会 怎么没人懂啊 怎么没人懂啊 天啊 我预养神是大丁啊 对我哦 这也是我 我能不能够 我说起来 你能不能够